哈喽,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丁,欢迎收看我们的狂强房吉隆坡看房系列啦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款这个在吉隆坡市中心的一个项目啦 在我们介绍这个项目之前,先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的地理位置啦 这一个项目呢,其实就位于在Jalan Sultan Ismail 之前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那个Q Residence的前面附近一点点而已 大家也知道Jalan Sultan Ismail这边距离去到我们吉隆坡的KLCC双峰塔 大概只需要1.2公里这样子的距离啦 那如果你在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这边走路过去300米呢 就是到那个Bukit Nanas的这个地铁站 Mono Rail也是超方便,还有包括Dang Yi Dang Wang Yi的LRT站都是很方便,500m的距离啦 那实际的位置,如果你往上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一个Four Point Sheraton 还有包括这个Renaissance酒店五星集饭店的隔壁 这个就是我们的项目啦 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带大家过去看一下我们的项目这个 登登!看到吗? 这个项目呢,如果你经过的话 大家都会被它外表可以看着 看到哈,这个是Face Street之前 其实已经第一期已经建好很久了 大家随便上网看 这个也是我们的很出名的网红打卡Airbnb啦 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属于这个二期的项目 登登!那这个二期项目也是已经完工的 已经建好的了哈 但是现在剩下一些限量的一些少数单位 这个也是比较新 而且这一边里边哈,来我们现在一边一边进去一边跟大家讲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基本上这两个项目都是作为酒店式的管理 这样子哈,很多人就是每天忙忙一整天我看到的是哈 人来人往来,check in to这边打卡 这样子,为什么这么出名 留守到最后,因为有一个很重点的 要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现在来Lobby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二期呢 叫FaceTout FaceTout二期的这个项目哈 这个你一进来感觉是不是有没有感觉 酒店式的 哇,酒店式的这个大厅啦 值得跟大家提一提 来,我们往这边看一下 这一个你可以看到呢,这一个Luma 大家如果有熟悉的话 它是属于五星级的饭店 这一边,那我们的Lobby的话 是属于reception counter,是在那边 所以你的客人来,就是在这边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登录 的手续这样子啦 Ok,so 先说一说Luma这边的话呢,大概是有一个 有28层 这一边是属于五星级饭店的 那还有另外14层就是我们的hotel design designer unit这样子啦 其中重点的,在楼上等一下 我会给你看一下他的这边的设施 也是吸引到为什么这么多人 来到这个饭店来住 这样子啦,顺便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是根本就是酒店式的 大厅等候这样子啦 然后还有这边你可以看到 有自己的餐厅这样子啦 当然这个是酒店的啦 只是给你感觉整个气氛 氛围很好对不对 Ok,所以如果像吉隆坡市中心的话 你除了找Airbnb 就是说要做Airbnb的话 当然是要有一个这样子像样的一个counter 来check in啦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帮你的路 蹬房手续 然后我们现在就带你们直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这样子啦 Ok,来,那他有分为两个电梯 那也是为了减流那个电梯的流量 那所有的9楼到29楼呢 都是从这一个部分的电梯上去 另外30楼这边最高的话是有52楼 从30楼到52楼的话 那是在另外一个部分是电梯上去啦 ok 那我现在就带大家上去看一下 走,Let's go 然后整个很有酒店式的感觉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访客的话 你必须要这个assass card 然后scan一下 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下 最高这边也是最重点 我们先给看设施层这样子啦 我现在给你们看的 就是我们先带大家去看重点的 51楼就是它的设施层这样子 ok 其他下面的话呢 都是我们这边的单位 好,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重点的设施层啦 登登 话说呢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一个 所以给大家看到 准备好了没有?3,2,1 来看一下网红打卡的空中泳池 登登 哇 今天我的小朋友来到这边现场 给人家感受一下 哇 太够力了 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好高 而且最重要的重点是 这个52楼 算是吉隆坡其中最高的泳池之一 而且这个Infinity pool 就是最大的这个重点 你可以看到整个看到 直看就是我们的吉隆坡塔 反正这个算是其中最靠近 吉隆坡塔的这个空中 Infinity pool泳池 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吗 那一栋也是我们其中最大的 那个最新的这个 叫什么了啊 哎呀 总之这也是我们地标建筑 那这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哇塞 看到吗 双峰塔 就是我们的两只艺术鼠 双峰塔就在你的前面 整个这边奥雪 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整个 哇太震撼了 这个而且是无阻挡的 无阻挡的 OK52楼空中网泳池 这个就是为什么成为这边的网红打卡的饭店 就是Airbnb的原因了 所以吸引到这边 如果要拿来这个项目做Airbnb的话 这个项目就是值得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好我们现在主要重点的是这个 那现在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些 给你看一下对面的 FaceSuite 来 这个是之前第一期的 所以你看一期的人流量 跟二期人流量基本上都是满满的 二期因为这更新嘛 他看的而且是无阻挡的 一期可能还有这边挡住 但是二期是无阻挡 还可以看到TRX OK很棒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主要当然是看的这个设施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的showhouse 走好来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里面的最小的套型 其中就是我们的studio 来当当 那这个户型呢 就是跟一般你们住酒店的很类似 就是一进来 那这边就是你们的厕所了 OK 所以你看到厕所给了1楼 你这个马桶都成starlish OK 然后这个花枪 sour screen 现在你看的这个单位 包括这些壁桌 它是属于Fully Furniture 你可以看包括这个地砖 也是属于给你带了一些地砖 这边是你的pantry area 算是你那个厨房了 所以都是用名牌的post 牌子这些 还有这个冰箱雪柜 那这边就是你的睡房的部分 登登 OK 其实这个就是算是酒店式的标准 Fully Furniture 这样子的啦 这个大概是560sqft左右啦 那除了这边 那这边有很多的户型 其中包括有一房啦 两房啦 甚至三房这样子 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完所有的户型 那我们现在呢就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 是属于两房的户型 因为这一个是属于最低入门的嘛 大家at least有一个市中心 吉隆坡这样子一个酒店式的这个户型 那我们现在去看的另外一个户型呢 是属于带你们看两房的户型 那这一个是属于算couple可以住的嘛 那如果说假设你们是要去两房 Hello 你看还有这个酒店的cleaning service touneskeeping service so另外如果要搭给一些family的话 这边两房户型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看一看一下这样子吧 对不起又收了太多好了 ok 所以这一个同样的交团标准 跟刚才你们看的都几乎差不多样子 是他的格局这样子 ok 好 这个两房户型 就算如果你想要来自己住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 这一个呢是属于小进来的一个客房这样子 ok 然后这边就是公用的厕所 交房标准 他的spec quality都跟刚才一样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像鞋柜这样子的 对不起我又吼了 ok so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主卧室 等一下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客厅 so主卧室呢 就有带有自己的独立厕所 然后这边就是你的主卧室的部分 然后这边呢 他的view 哇塞 这个够立 他的view是看着Fallboy Shared 五星级的饭店的泳池 哇 看起来很壮观 整个吉文波市中心景观感觉就是不一样 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 基本上spec方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了 都是属于好一流的资料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是属于你的一个小小的pantry 那你的小厨房这样子 同样跟刚才一样有冰箱 有雪柜 微波炉 电炉 这些厨房壁厨 那这个是属于玻璃式的 所以看起来比较开 开放 ok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 整个客厅 空间感很宽敞 ok 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你的客厅 这个是你的dining area so view的话 跟主卧室的view都差不多一样的 好啦 那大致上因为我们的介绍的防护型带是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你可以按下以下的WhatsApp 或者是叫我们的微信 我们把更多的资料传给你 那如果说你需要看房的话呢 我们会有吉文波的团队来接待你们这样子 跟你们讲解这样子 好 还没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的话 赶快去按赞一下 下一次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好看哦 要加入我们的团队群主的话 也是可以在这边点击下面 跟我们加入这个群主 我们定期也会更新一些最新的一些房产资讯 好那是今天分享到此为止咯 这样子拜拜